这个浮华器终于是不堪重负 已经没有一口气了 坏了 蛋还凉了一晚上多年 我把它拆开看一下 看一下 抢救一下 看一下它的故障 我一直以为是这个 通电有问题 这个头子 我们现在确认一下 这个是交流链 这个是阵 这个是负极 给它另外接的更现 OK 咋样 所以就是这个头子有问题 现在把这个线也接上 然后 看看怎么把这个头子弄一下 结束不了 其他地方都是好的 嗯 真的烦了 娘了一晚上当然不知道坏了没有 这个线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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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接触不良 把这个头卸下来 放在上面 不要不要不要 把这个头子给卸下来 好了 这个头子应该是好的 这个头子应该是好的 没有固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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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拐一下鞋 还有 拐一下鞋 拐一下鞋 行啦 就这样了 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完美 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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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大的 我们的 测试 刚刚正常 灯正常 设置正常 OK 想退休 再战两年 给它整过来 因为对这个浮化器比较信任 所以 能修尽量给它修好 这两个蛋没用的 老乡给它修 锅的那个扳胶 在野外已经 在野外已经坏掉了 这是全缝的 全缝 因为把它搬到前面去气锅了 这一个是 中头压穴的 窝里面 剩一个蛋被什么撕掉了 这是修流的 修流是昨天晚上已经开始作壳了 然后 断电了一晚上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行吧 又可以继续啊 继续啊 继续啊 哎呦的一切正常 现在就不会结束不了 差点忘了给他人工开孔了 用他折成一上午 最怕这个东西坏掉 坏掉就麻烦得很 扎这里 昨天晚上开始做壳的 然后晚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扒工 早上是蛋都是凉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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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